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部分介绍常态分配的叠合与共变 我们这个问题是中兴大学应用经济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先介绍题目的内容 X跟Y它都是一个Normal 就是所谓的常态分配 μ各自为10跟15 变异数各自为3跟8 那么题目说XY的话呢 这是正相关 with什么东西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这是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相关系数是0.6 那么它现在要我们算以下的几率分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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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它都是常态分配 相加相减倍数都是 问题是它的母体平均数跟变异数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的话呢 主要是在于变异数的问题 因为中间已经有了一些相关了 所以它的变异数会有所改变 那么不是那么简单就直接相加的 那我们先做第一题 我们做了第一题之后 后面就可以依照这个的要领 继续很快地做下去 那么首先我们先做的是 X加Y 它的变异数 这个地方可以拆开来 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这边还要再加上两倍的 这是什么呢 中间是covariance 这是共变数 共变异数 这是XY 那问题来了 共变异数是多少呢 我们的线索在这里 我们这个叫做0.6 叫做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就是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我们习惯的写法叫做Row Row是谁呢 是两个相除 covariance 共变异数 去除以各自的标准差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题目 来我们计算一下 varianceX是多少 3 varianceY是多少 8 两倍的写下去 好 现在问题是这个了 这是多少呢 那么各位同学看 这个covariance是 Row乘上 这个我们乘过去 这个边乘过来 RowXY是多少呢 它已经跟我们讲了 它是0.6 还要再乘上 SigmaX SigmaY 我们写下去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把SigmaX 跟SigmaY算出来 怎么算呢 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个叫做标准差 因为这个叫做标准差 X的标准差是多少呢 就是变异数的平方根 所以这里是根号3 这个是根号8 那么我们把它写下去 3加8 再加上那这边就是1.2 那这是根号3 这是根号8 来我们计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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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号3 乘上根号8 那就是根号24 根号24 我们按计算机 再乘上01.2了 再加上11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16.879 这是我们的variance x加y的一个变异数 所以我们的x加y 它就是常态分配 现在我们知道了 它的μ是几呢 是两个合在一起 所以是25 它的变异数是多少呢 16.879 好 那第一题我们解决了以后 第二题就简单了 我们就依照这个要领 去继续做下去 第二题 第二个部分来说 它是减的 减的有没有关系呢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有关系 我们来看上面的这一部分 它是variance的x variance的y 那要注意的是 这边是减的 covariancexy 那么这边 我们就直接写答案好了 这边就是3加8嘛 3加8 这边是算是 2乘上 0.6 这边是根号3 这是根号8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地方是改成减的 上面那题是加的 我们发现这答案是几呢 5.121 好 那x-y就可以写出来了 x-y 它也是常态分配 那这边的mu 指的是x-y 所以是10 减掉15 那是几呢 是负 它的变异数是 5.121 那第二题我们也解决了 现在我们看第三题 第三题那就比较单纯了 怎么讲呢 这个第三题的话呢 是因为中间的话 没有相关的这些东西 没有其他的干扰 所以3x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直接写答案 3x的话 它就是normal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mu乘三倍 那就是30 它的这个变异数 三倍的话呢 我们这边3提到前面去 就变9 9乘上3 那就是27 所以这边是写27 它的变异数是27 这个题目来说 反倒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第四题是比较 数字比较大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variance 4x加5y 那么我们要知道是多少呢 一样拆开 4提到前面去 那就变成了16 5提到前面去 就变成了25 减掉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不是减 这是加 加上什么呢 covariance 2ab 各位同学 2ab是多少呢 2ab 我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写了 2 a是几 4 b是几 5 covariance x y 那这个地方 来我们计算好了 这边是16乘上 第一个编译数是3 第二个 这是几呢 这是8 后面我们要小心地计算了 这边是 这是85 40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刚刚算过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 所以是40再乘上 0.6 再乘上 sigmax是 根号3 再乘上 根号8 来我们这个地方 计算机要 按一下啊 这边是开根号的 这边就很大了 这个很大 这多少呢 365 点 576 变异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算 4x加5y normal 这一样 4x加5y 4x是 40 5x是 75 那它的 μ就是 115 那它的 变异数 就是刚刚我 算出来的这个 365 减5 点576 那就是 365 点 576 那么 这个整个题目啊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的关键 我们要知道 相关系数的定义啊 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 还要知道 变异数 如果中间x跟y 是有相关的时候 我们要列出这个算式 其实是 这个算式是更重要的 那我们学会了这两个部分 那么这个题目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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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